经过一路长途跋涉 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姐妹花 春翘和胖溜 7月11日下午顺利抵达武汉动物园 预计经过7天适应期后 市民便可以睹两姐妹的芳蓉 武汉动物园工作人员陈丽云介绍 大熊猫春翘和胖溜来武汉以后 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隔离 如果姐妹俩适应良好 最快7天后对外展出 最少给大熊猫一个7天的适应期 因为毕竟和小朋友一样 新换了一个碗 新换了一个地方 新换了一个场所 有不同的玩具需要它适应 因为大熊猫这两个大熊猫都比较 可以说是青春期吧 一个是三岁一个是四岁 而大熊猫是五岁成年 所以它们也是比较活泼爱动的 希望给它们一个隔离期 给它们一点空间 为迎接两姐妹的到来 武汉动物园新建了 5400平方米的大熊猫馆 该馆模拟熊猫家乡生态场景设计 大熊猫馆还设有中央空调 新风功能 冷藏库 电控窗 瀑布 物森系统 电网 监控 屋顶绿化 紧实素衫 膝架 廊道 科普等 配套功能和丰绒设施 为了保证大熊猫的安全 掌管内实时显示12个监控画面 24小时监控 其中外场馆的探头为活动探头 360度无死角记录每个角落的情况 整个场馆设计一个特色的亮点 我觉得是它的整个都是一个内高外低的一个设计 就是整体游客看上去是由下往上 就像是走进了大熊猫的家里面 给游客一种做客的感觉 另外大熊猫的心理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它毕竟是俯视我们人类的 也是符合它的原生栖息地的一个生活习性 据了解 姐妹花来自雅安避风峡基地 姐姐春翘 普希号968 2015年8月8日出生 平时喜欢待在树上 是一个安静温顺的美溜 妹妹胖溜 普希号1037 2016年8月17日出生 活泼好动 爱玩玩具 身材比姐姐苗条一些